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五件事情 跟韩团成员恋爱 昨天韩国媒体报道了这样的新闻 台湾的网红出演综艺节目提到 自己过去与韩国男团成员A某热烈 A某来台湾公演的时候 透过朋友的朋友见面 他飞到韩国 与A某跟其他情侣一样的约会 有一次两个人到夜间参加party 在跳舞的时候 男团成员推他到音响附近 地动后接吻 甚至还想拉他到厕所 但是这位网红因为太害羞 拒绝了 这是在小S主持的节目 一位出演者提到的事情 嗯,不相信 本来想说不要瞎掰了 但是看着大家的留言 我也突然想起了谁 可可,我也跟奶奶都谈过恋爱 可可可 这些人在JYP练习生时期的合照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好神奇的组合可可 哪言好可爱 Pak Sang很像Chodin Anyusop很像Aidol 两个人都很帅 现在都更红了 好高兴 JYP在送走男人牺牲的时候 要三塞尔后行了 可可可 17我怒母丧 4月6号 Plaidys官方发出公告表示 17成员我怒的母亲 今日上午因疾病去世 我们很遗憾地通知这个噩耗 目前我怒守着宁堂 将会与家人们进行葬礼 为了能让我怒家人们一起度过哀悼的时间 请大家给予温暖的安慰与关怀 同邦心义 3月30号 时隔11年3个月 金杰军与金珠素 在日本演唱了日剧《恶女》的主题曲 六等星而感动了很多粉丝们 接着在韩国论坛 就出现了很多有关 五人同邦心义的留言 喜欢五年 怀念五十年的团体 为什么那样了呢 就算知道了所有事情 如果再回去 也会更疯狂的喜欢的 就算知道结局 如果再回到当初 还会继续爱的男团 同邦心义 只是听名字都会闪闪发亮 直到结尾就不能入坑了 开启韩国二大爱豆的同邦心义 真的好怀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3大悲伤结局的韩剧 2004年播放的 3大悲伤结局的韩剧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第一 为了将自己的角膜 移植给坏了野男一的缺击物 而结束自己生命的新年军 因为新年军的角膜移植 暂时睁眼的缺击物 结果因病情再发而死掉了 第二 将索基斯尔 哈吉文用枪打死的球银层 哈吉文临死前说了一句 我爱你 球银层最后也 第三 却已经要索基斯尔去德国动手术看看 但是索基斯尔拒绝 结果索基斯尔骑着摩托车死掉了 索基斯尔的心脏 一直给同母一父的弟弟了 尹姆斯将在索基斯尔的坟墓旁 吃药死掉了 三部韩剧 一共死了七个人 所以对于电视剧 或者是电影的悲伤的结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